启元他年纪还这么小 他还是个孩子 所以他就拿我的儿子 来算计承煦 怎么会这样 陛下怎么会这么做 启元他年纪还这么小 茗玉 他还是个孩子 他怎么有能力继承大统呢 他生前 从来都没有好好疼爱过启元 这林珠 却把启元推向皇位 让启元来做挡箭牌 拿着安的什么心啊 这不一目了然吗 昆明是来算计我们的母子 让我们来切治承煦 明月 陛下这么做 也是为了大晟的江山啊 眼下的情形 你也看得明白 无论是谁登上皇位 承煦他都不会臣服的 他已经隐忍了这么多年 怕是不会再放过这个机会 只要让启元登上皇位 只要让启元登上皇位 并由你来出面劝他 才有可能让他放弃争落皇位之心 致知新帝登基啊 他生前 拿我和承煦的过 弃我们母子不管的过 这人都不在了 他还不放过承煦 若王妃不同意 启元即未如 明月 你 这天下暗门 一半是承煦的功能 你也知道 这皇位 本身就是承煦的 现如今 无论是血痛也好 还是能力也罢 这皇位 非承煦莫属吗 你可别糊涂了 承煦争夺皇位 名不正言不顺 大皇子秦翰 也必定不会相让 到时朝中分立 两方势力一旦乱战起来 我大胜 岂不又要陷入 岌岌可危之中 所以他就拿我的儿子 来算计承煦 明月 明月 岂元必须登机 否则 只有死路已专